好 今天我們來看一個日本拍的實驗影片 在做單擺的等時器 它需要一個單擺 還需要一個計時器 好 開始掛東西 它掛一個擺錘的質量叫20克 然後設定它的擺長 一梁 50公分吧 擺長50公分 然後還有一個擺角 擺角30度 然後開始它擺動 它就是我們在實驗要做的一樣 就是讓它晃 晃好多次 它晃了10次 然後求平均值當作 這次的週期 然後裡面是這樣做的 就擺很多次 求平均值 好 做一次不夠 它總共做了三次 它總共做了三次 那你就有三個數字嘛 三次你量算三個週期 然後看它 算三個週期的平均 就是你得到的週期 不過它測量結果都一樣 就是沒有差啦 三次結果都一樣 好 所以你就得到了 我們的週期就是1.4秒 那這是50公分 接著我們要改變擺長 變成那邊看了 表上是1公尺 然後重複剛才的動作 擺動10次 算這一次的週期 然後連做三遍 其他都是控制變音 保持不變 擺角是一樣的 擺錘質量也是一樣的 汽車 入口 新天堂 和路 予告 先進 重複不好 再一次 先進 加速 好做完了做紀錄 你就會看得到 我們的擺長越長周期越長 但是沒有成正比 長度變兩倍 可是周期沒有變成兩倍 沒有變成兩倍 好這是我們改變擺長 接下來我們要改變擺錘的 那個質量 我們剛才做再做一遍 20公克50公分30度 20公克50公分30公分30公分30 Amiga 再來做一次 答案都有什麼 20公че 2公司 9公司 0公司 3公司 3公司 開啟 0公司 好 跟剛剛一樣 進度下來 然後現在把擺垂質量改變 剛才掛一個 20克 現在掛兩個變40克 改變改垂質量 然後白腳一樣 然後擺藏也是一樣 然後看我們的周期有沒有改變 好 也是一樣 一樣 一樣做三遍 好 我們就做完了就可以看到實驗的結果 我們的擺垂質量改變了 可是我們周期沒有變 所以表示周期擺垂質量無關 那麼最後一個我們要做的是白腳大小 他這次掛了三個 擺他掛了三個 其實我們知道 掛兩個三個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的 那一樣我們現在準備要改變的是白腳 然後呢 這次放15度 好 一樣我們做三遍 好 這是15度的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 是30度的 是30度的 好 甚,是18度的 所以之後 我們進入 我們開始 從廃浴 所以 好 首順 好 出了 是6月 重 好,發現它跟白角大小無關,周期都一樣,我們就實驗就做完了 然後透過這個實驗,我們就證明了剛才所教的單白的等實性 單白的周期只跟白長有關,跟白材質量與白角大小無關 然後白長越長,周期就會越長,但是沒有成正比,OK?